哈喽,哈喽,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我要去吃一家中国餐 刚才在送外卖软件上 突然看到了一家送外卖的 知道为什么这条街特别干净吗 因为周围全部都是大使馆 这本是美国的,法国的,还有韩国大使馆 就是还没有找到中国的 该说不说,我是真的挺佩服我们这个师傅的 一路在逆行 交警看到他也不查 他自己也不觉得危险 我刚才劝了一句 我说咱们正常走 他说正常那边太堵了 他说是这边 他说咱们走这边吧 我的生命交在他手上了 有一滴滴的小派放 确实这边畅行无阻 但是危险呢 它这个中国餐厅呢 在这个商场的库尔楼的 这个商场我之前来过 就有一期给大家拍了 他有一期去超市买东西呢 就是这里 但是在富二层 我去努力找一找 吃个东西就算了一路人 有人说是在富二层 有人说是在第二层 那我先找一下吧 我觉得他怎么吃个东西这么麻烦 但是幸亏有一堆人帮我 我发现啊 在国外真的 你要想吃一次中国菜 好贵啊 真的很贵 要了一个土豆丝 要了一个西红柿鸡蛋面 还要了一个什么 看一下 要了个西红柿鸡蛋面 还有个西红柿鸡蛋汤 一共花了900打卡 也就是相当于100块钱 960多块钱 钱都花账 我失算了 我以为叫外卖外卖会特别慢 没有想到在这带着也更慢 等了50分钟了 还没做好 就一个西红柿鸡蛋汤 西红柿鸡蛋面 还有一个土豆丝 这个我在中国我自己都会做 面它不会是现弄的吧 把面直接弄好 土豆丝不会是去市场直接买的吧 鸡蛋不如会是等鸡鸡 线下的吧 这种销里真的不会就别慢了 饿死了 我的终于好了 等了半天 还有个tomato 它给我说会上退快 没有想到等这么满 烦死了 我的美味终于上来了 西红柿鸡蛋面 西红柿鸡蛋汤 还有这个土豆丝 放了很多辣椒 看到好像还不是很辣 终于看到它了 好久没见 筷子 等这个美食等的真的是让人头疼 一共等了50分钟 这个美食才上了 我这稍微乱一些 中间给它要勺子才给我 要了好几次 那我就先开吃了 可是它这个面条真的好难吃 特别酸 我在家这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吃特别酸的东西 厚酸厚酸 但是这个土豆丝 但是这个土豆丝真的好好香啊 虽然切的不一样啊 它切的有宽的有细的有大小不一 跟我切的是一样的 就是特别大小标准不一致 但是真的好好吃 刚才我点的时候周背还有很多 我看到了至少有四个中国人 也来这买吃的 也来这买吃的 给你们对比一下 这里面颜色其实看的差不多 我刚才我以为是我弄错了 我为什么两颜色它是不是没过上面啊 没有想到它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别人看我 我不是一直想看我跟着神经病似的 因为 有时候录制视频 屏幕突然就黑了 别人都以为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真的好好吃 我们再喝一口汤吧 酸 就是有点酸 我其实今天出门我自己也带了辣椒 但是 没有意思拿出来 因为它的辣椒也挺辣的 好酸啊 酸的拿你下咽 看蛋花 就是有点酸 看的好看 酸死了 我来这点外卖被骗了好几次了 就是它上面写的那个东西是面 但是真正到了之后真的 网上看的这么大 到了时候这么小 我估计小孩都吃不饭 所以今天这也是为什么 我想来这个中国餐厅这儿 一方面我觉得 另一方面我还把他骗我 我就想实际过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子 没有想到 超过一辆 刚才还过小尴尬的事 这个服务员长得有点像 东亚这边的 像韩国了中国了 那个朝鲜那边 就是 或者日本那边 我刚才问他 我说 也是我不懂事啊 我上来就问他 我说你是中国人吗 他说我是 白剧动了半天 好久没有用筷子了 筷子都不会吃了 对 你可以仔细看啊 我小时候 我就一直不会用筷子 到现在也不会 每次我们一家人在块吃饭 我爸妈都说我 哎 都愿小时候 没好好叫我用筷子 老实现在用筷子用这个手 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 能吃饭就行了 和必在意这些呢 他这还有空心菜 但是我没有用 我觉得我这个都已经点够多了 这个都 花了我 60块钱 沾尽70块钱了 剩下了 剩下了 要不下一个地方 没法再去了 今天还有个事 今天 我本来今天早上要 跟孟加拉人一块去 这边一个古城 我想生活就在自己 因为 我太希望有很多人跟着我 太乱了 我还照顾他们很多人的情绪 因为这次如果不是有别的情况 我自己就去了 他答应我特别好 但是呢 早上没准过车 嗯 我不想一个人去 那个就咱俩 没意思 咱们再多交几个人吧 你知道我们 从这打车过去 来回给2500大卡 然后再有很多人去 如果说录视频不是我喜欢的 或者说给你们录视频 特别乱 我就觉得很不开心 我跟他说我说 我特别不喜欢那种 我说人太多了 他说 那可不愿别人呢 那愿你自己拍的不好 我说真的很生气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去睡觉吧 我找别人嘛 我过去他应该也挺生气的 但是有几期视频 我确实挺不满意的 就是 人越多 毕竟他们都陪着我 都要照顾我情绪 我觉得特别乱呢 就跟有一次去大科大学 就是有个哥们儿共同一块吧 三个人 三个我三个人 有个哥们儿 一路不开心 然后另一个孟加拉朋友老 一直在哄他劝他 然后我就有点尴尬 我说得陪个笑点 我就是那种 都是出来玩的呢 怎么老酸呢 所以我觉得特别害怕这个 然后今天 我刚说了之后 我觉得应该这个人会生气 那我真没办 我也不喜欢拍出来的东西 或玩也不开心 拍的也不开心 那我出去干什么 对吧 我估计今天晚上他肯定给我发引起 我今天特别生气 但是我真没办 真没办 我现在嘴已经酸的 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吃饱了 测评一下 面 不好吃 特别少 汤 特别酸 跟面一模一样 土豆丝 我的醉 一会儿回去 可能会打包拿回去 别的 我也不知道别的菜啥 反正就 不太好吃 就一个土豆丝 OK 终于吃完了 现在往下走 点评一下这家菜吧 这家菜土豆丝一绝 所以建议如果是华人来 孟加拉打卡这个玩手 一定要打卡 打卡这家吃的 然后西红柿鸡蛋面 跟这个西红柿鸡蛋汤呢 太酸了 特别特别酸 我也不建议大家喝这个东西 也有可能是我点错原因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 尝一下别的菜 我估计过几天 如果再过来的话 我还会再吃的 就是价格吧 有一点都有小贵吧 七十多块钱 你如果正常 在中国大陆北方的话 一碗面条 人民币就八块钱 然后西红柿鸡蛋汤 也就三块钱 对吧 然后土豆丝顶多贵一点 二十多块钱 所以这儿有一点点小贵 毕竟物以西为贵嘛 现在我要走了 走了 太热了 但是这家餐厅 说实话 中国人还挺多的 光我看到就四个中国人 而且我在晚上搜图片 很多中国人都来这打卡 估计应该是这儿 唯一一家中餐厅 那你们有时间可以过来尝了